其实好简单 你们要判断的就是有没有爱 如果你们没有爱 那都是空谈 你们有吗 有 不知道 你们有吗 你看有点 我可能跟他们有一点点不同 原生家庭有原生家庭的问题 有的时候自我的放大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你的看法 我可能跟那个几位老师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我不觉得是他妈可以控制他 我觉得是这小子还挺聪明的 他有点揣着名外装糊涂 一个自己做小吃买卖的人 没我们想的那么弱 想清楚 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 如果有爱就好好相爱 让爱去融化你们认为心里的那块冰 好吧 抱团取暖是个好方式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知道我的身上错误太多了 我也知道我不该太依赖于我父母 所以我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改正自己的错误好吗 对不起 我一次一次的去接受你去包容你 但是我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 一起在一块那么长时间了 其实我也很舍不得 我也有点舍不得 我会好好想这件事情 你也给我点时间 我也希望你为了我可以改掉一些 你自身的一些毛病 我会好好想想考虑考虑吧 行吗 你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 你也好好考虑考虑 姑娘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你值得一段好的爱情吗 我值得 OK 你就天天告诉自己这个事就行 谢谢两位秦辉 包红兄做一个预测 这段恋爱看似问题很多 但是他们还真的难以分开 双出 有点难预测啊 这个男生应该是会出来的 男出女不出 哎 我觉得是女出男不出 双出 你是特别希望他们俩能抱团取暖的 来 看他们自己做何选择 请开门 我最后说一句吧 当你们内心是一个摧毁状态的时候 你们遇到一点点的风险 就想着后撤 就想着逃跑 但有时候真的要想一想 幸福是追求来的 幸福可能就是勇敢的往前走一步而已 我希望你们能够听到陆琪老师那段话 其实可以坚持着往前再走一段去试一试 因为对你们来说 一段真挚的爱情 也许是你们生活最好的疗伤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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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